你有对于一个人的基本尊重吗 不要说男朋友 你有对于人的基本尊重吗 其实你很平庸 不是因为爱把你捧在掌心上 你何德何能能与止气使呢 视频中这个被涂磊大声怒斥的女人 就是本期节目的主人公小燕 那么她到底做了什么 竟导致涂磊如此大发雷霆呢 原来是涂磊在调解她和男友小徐的矛盾事 从小徐口中得知了一件这样的事 什么都给她做又给她媳妇又给她做饭 我把她伺候的跟公主一样 我累的和孙子一样 她还不领情 天天给我脸色看 难道女友真如小徐所说的这样刁蛮吗 家住太原市的小徐 今年26岁 惊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女友小燕 可渐渐的小徐却觉得 女友整日无理取闹没事找事 所以就向女友提出了分手 于是不想分手的小燕 求助到了节目组的帮助 希望男友小徐能够回心转意 但让小燕没想到的是 男友刚一上台 就向主持人大吐苦水 就是我给你做顿饭 然后她就嫌 这个嫌了 那个淡了 就是不好吃 就早茬 但是我那么辛苦给你做的 小徐坦言 在和女友小燕刚交往时 她觉得女友知性大方温柔贤淑 一度庆幸自己找了个最佳伴侣 可就在两人相处没多久后 女友小燕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生活中不仅刁蛮任性 还老是向她找茬 起初小徐还认为是自己哪里做错了 惹女友不开心 而她还为了缓解和女友之间的关系 不仅每天上下班接送女友 还经常给她洗衣做饭 无微不至的照顾体贴 几乎是把小燕伺候的跟公主一样 可尽管如此 女友还是没有任何改变 根本不领情 还天天给她脸色看 可一旁的女友小燕 听到男友的这番话后 竟立马反驳了起来 在女友小燕的眼中 认为男友就是变了心 其他都是借口 之前一直那样对自己 为何现在就变了 反倒怪自己无理取闹 可男友小徐却觉得 自己对小燕是那么百依百顺 随叫随到 可她却一点都不懂得知足 还经常拿着跟闺蜜的男友比较 认为自己哪里都不如人家好 小燕认为男友一点都不浪漫 也不心疼自己 为何别人的男友就能在街上被女友 男友就做不到呢 既然男友和自己在一起 那就理应照顾她的衣食起居 这才是一个好男人的标准 而男友现在对她百般嫌弃和埋怨 只不过就是在一起时间久了 厌烦她了而已 看着小燕一直在咄咄逼人 一旁的主持人见状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顺势问起了男友小徐一个问题 那你怎么忍过来的呢 我就觉得一个男人要大度一点 包容她这些 即使她跟我这样说 我都把苦往自己一个人往肚子里咽 虽然女友对她有各种不满 但小徐还是忍了下来 她觉得男人就该有自己的担当 所以无论女友再怎么无理取呢 她都是自己扛了下来 听完小徐的一番遭遇后 主持人对此都深表同情 不容易不容易 后来呢 后来她就嫌我不浪漫呗 小徐在诉说自己的悲惨经历时 竟开始了停不下来的模式 主持人听了都是连连摇头 感叹作为男人的不容易 当主持人问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才导致她坚持和女友分手了 可不等小徐开口 女友小燕就开始控诉起了 小徐的种种行为 有一次我带她去参加朋友聚会 玩那个真心话当冒险 说为对方做过最浪漫的一件事 她自知误半天说了 在我生病的时候给我煮了一碗粥 那叫什么浪漫的时候 这还不浪漫啊 这挺浪漫的吧 在生病的时候 是不是你最需要关怀的时候 那我生病了 你就应该照顾我呀 是应该照顾你 我给你包一碗粥 从头暖到脚 暖心又暖胃 这还不浪漫吗 那我平时在我闺蜜面前 都说你对我多么多么浪漫 对我多么多么好 我让你做一件浪漫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说过我 这还 这我觉得比送一束玫瑰花来得实在吧 不顾男友的抱怨 女友小燕就是认为 男友对她不够浪漫 女生都喜欢极其细微的浪漫仪式感 可反观男友呢 只会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 更让她觉得委屈的是 男友竟然连一束花都没给她买过 所以在和朋友们大冒险的时候 男友支支吾吾打不上来 害得她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 这让她怎能不生气呢 对于女友的埋怨 让男友小徐竟然开始反思自己 觉得确实有些亏欠女友 想让她在朋友面前挽回一次面子 于是就攒了好几个月的钱 为女友买了一条价值昂贵的项链 只为给她制造浪漫的惊喜 然后她过生日的时候我就送给她 然后给她一个好大的惊喜 她也特别开心 最后结果她居然给弄丢了你知道吧 让男友小徐感到特别气愤的是 自己辛辛苦苦省吃俭用送给女友的礼物 结果竟因为女友的粗心大意 直接将项链弄丢了 而更让她生气的是 女友小燕竟将丢项链的事情 怪罪到了自己的头上 弄丢了都是我的责任吗 那不是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住酒店 我让你帮我收拾房间 那我不是怕她被水淋湿我才站下来的吗 站下来你没告我呀 站下来走的时候我让你从酒店里收拾一下 你帮我留意一下 我什么都没收拾 你根本就没有在意我 那我脖子上天天带着项链 你没看到吗 如此冠冕堂皇的言论 让人不免觉得可笑 明明是女友小燕自己弄丢的项链 现在还怪自己不给她收拾好 这样的指责 让小徐觉得身心疲惫 认为女友就是一个妥妥的大小家脾气 自己怎么样都伺候不了 但此时的女友小燕却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那自从我丢了项链之后 你是不是对我态度冷淡了 那我以前吃水果的时候 你都包好放在我面前 小燕委屈地说道 项链也不是她故意弄丢的 而且丢了之后 她心里也很难受啊 可男友却丝毫不顾及她的感受 对自己越发地冷淡 看着男友这样的态度 小燕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一些问题 也收敛了一些脾气 可直到后来她才发现 男友之所以对她冷冰冰的态度是另有原因 原来是你喜欢上你单位的一个女同事 哪里有喜欢单位 这你不对啊 你可以先跟她分手 你说大小姐我伺候不了了 你不能 你这不对兄弟 天天跟人家聊天聊到半夜 经常搞暧昧 哪里有搞暧昧 主持人 他就说的有点严重了 根本没那么回事 你说你说 你想 我伺候她那么久 吸引头的怨气 吸引头的不爽不快 也积攒了很多 我就跟同事 你还跟人家说 我对你不好怎么怎么样 我就跟同事聊了一下 发泄了一下 互相聊聊心事而已 对于女友的指责 小徐表示简直是无稽之谈 她只是和同事之间 互相聊聊天而已 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可女友去抓住这事不放 搞得她心烦意乱 但主持人却问她出现问题是 为何不能与女友好好沟通 反倒去跟同事说那么多呢 可没想到 小徐却是这样回答的 女友就是个大小姐脾气 自己平常哄她都来不及 所以她又怎么敢去说 女友的一些缺点呢 但女友就是抓住她 和同事聊天这事不放 非要和她提出分手 而长期以来的小徐 遭受了太多的非人折磨 此时也非常想要解脱 所以就毅然决然地 答应了分手 说到这里时 主持人不禁疑惑了起来 既然都已经分手 那两人今天又为何要来这里呢 我本来想的 桥归桥 路归路 但是我通过一些朋友了解到 他居然把工作也辞了 班也不上 然后天天晚上出去玩喝酒 然后我就有点担心 你知道特别担心 那我出去玩 也没干什么出格的事 没干什么出格的事 你可以跟别的女的聊天 我就不可以出去玩 我跟都是知根知底的同事朋友 你跟的都是那些刚认识没两天 你就跟人家出去玩 我怕他相当受骗吃亏 你知道 在和女友分开没多久 小徐无意间从朋友那里了解到 女友变得特别堕落 天天跟网上认识的那些朋友去瞎玩 可当时的小徐并不想再跟女友有任何交际 索性就放任不管 但后来朋友告诉他 女友辞去了工作 天天出去喝酒聚会 这让小徐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 虽然当时和女友果断的分了手 但心里也不是完全没有的 他很担心女友会在外面吃亏 自己也曾多次劝说 但都没什么用 后来直到女友父母打电话质问自己时 小徐才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内心 决定把女友重新追回来 我那天晚上是不是我决定把你重新追回来 我不想看再这样下去 我想从那个泥潭中把你拉出来 然后我就去酒吧找他 他不跟我回去 不说 还想当中让我出仇 让我给他跪下给他道歉 贵没贵 当那么多陌生人的面 我怎么能 男儿戏下有黄金 那不是说贵就贵对不对 对对对 思虑再三的小徐决定把女友从泥潭中拉出来 于是他跑到酒吧找到了小燕 虽然在追回女友之前 他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可没想到的是 等他找到女友时 他不仅不肯跟小徐回家 还要求他当众下跪才肯和他附和 这让自尊心极强的小徐无法接受 于是他实在没有办法 只好找到了女友的父母 因此他这才肯跟自己回家 可回到家的女友依旧不依不饶 要小徐向自己下跪道歉 我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还是百依百顺 他说什么是什么 然后他就折磨我 然后还让我跪 他说你在酒吧没跪 你现在给我跪下 在哪跪的 那我让你跪一会怎么了 你既然要诚心诚意的把我追回来 我让你跪一会怎么了 在家跪的 我就在家给他跪了 你行 您是不是知道那个感觉 我跪的我脚 我肯定不知道 你跪一会 我脚腿都麻 站也站不起来 疼的 你还在那里抱怨 抱怨什么呢 对此 小燕觉得理所应当 既然是男友求着自己回来的 那就理应跟自己赔礼道歉 下个跪又无伤大雅 于是为了挽回这段感情 小徐最终还是给女友跪了下去 因此小燕这才答应了与男友复合 复合后的小徐 为了让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 小徐自己张罗了一桌菜 叫她与女友小燕的父母一起吃顿饭 可没想到女友在饭桌上的举动 彻底激怒到了小徐 吃饭的时候 小燕对自己的父母不仅没有尊敬 还各种挑三解四 几次三番的嫌弃自己做的菜不好吃 还说她是为了故意报复小燕 也就是这顿饭 让小徐的父母看到了小燕的另一面 饭后的徐家父母语重心长地跟小徐说道 让她不要再跟小燕相处下去了 最后思考了很久的小徐向小燕提出分手 可小燕并不同意 甚至还经常骚扰小徐公司的同事 还将家里给小徐介绍的相亲对象也搅黄了 在听完小徐和小燕的故事后 台下的徒雷导师终于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你们俩根本不像相爱的两个人 相爱的两个人都很清楚 对方有底线 那是不可以触碰的红线 我们尽量地去避免这些东西 不去捅对方的心窝子 因为我们彼此爱着 你是谁啊 整个现场对男生说话都是声色俱利 虽然你习惯了 你有对于一个人的基本尊重吗 不要说男朋友 你有对于人的基本尊重吗 这个世界上就这么一个男人对你这样 其实你很平庸 不是因为爱把你捧在掌心上 你何德何能能与止气使呢 徒雷老师的话字字逐迹 却说到了许多人的心里 或许小燕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 因为如果爱对方 就知道对方会有不可触碰的底线 可小燕对待小徐竟是毫无底线的见谈 还将小徐的自尊都踩在了脚底下 恋爱是需要两人共同经营呵护 不能单靠一个人的付出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另一方就会因看不到希望而感到失望 那这段感情也只能以分手收场 听了徒雷老师的一番话 小燕最终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在节目的最后 她鼓起勇气向男友小徐做出了深情的告白 而小徐最终还会选择与女友在一起吗 听了老师们的对我的评价 我知道我以前受错了 我知道是我的不对 我希望我们俩谈了这么久 我希望你能回来帮我一起改变 无视小燕的苦苦哀求 小徐还是决定放弃这段感情 因为过去的种种经历确实让她太痛苦了 或许放下才是对自己和对小燕的一种解脱 希望小燕在经历了此事以后 真的能学会长大 学会怎样会爱一个人 去尊重一个人 那么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参与讨论